新聞 挖挖挖 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為您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呢 是我們的媒體人 江中博先生 第二位是貨車司機 劉文章先生 還有一位是我們的這個 劉川宇 OK 是作家 他寫山林啦 野溪啦 登山啦 還有山裡面的鬼故事啦 好 那還有一位是汽車專家 龐德先生 以及我們的這個 激公律師張廷珍 張律師 那麼先問一下龐德 我們既然要講的是這個 血稅的這個 車禍 那麼可不可以這樣講 是煞車失靈嗎 還是現在有一個說法 是沒有保持這個 適當的這個安全距離 可是車子會跌上去 表示是很大的一個衝撞力 是這樣嗎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其實有一次我在廣播節目 有個那個問獎大哥 就call in進來 他放著我問你一個車禍 鑑定的問題好不好 我說怎麼樣 他說台灣是不是一定後車 撞前車 就一定責任都在後方 聽起來就是很生氣那種聲音 這個問題其實大家可能都會想 有時候我撞前方 前方是忽然緊急煞車 我撞上去怎麼能怪我呢 但是通常 我想律師也在場 一般車禍鑑定的確 只要後方撞前車 一般責任大多數都在後方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法律上現在是規定說 如果說你有保持安全距離的話 就算說前方緊急煞車 你也不應該會撞上去 所以你會撞上去 至少你一定不是超速 就是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大家都在開車 台灣有幾台車 要保持安全距離 很難啊 那就沒有辦法 你在高速公路怎麼有辦法保持 怎麼有辦法 現在規定是說 現在呢 比如說高速公路小型車的話 是時速除以 90公里要保持9輛間距 對 這時速除以2 比如說100的話 除2的話就50公尺 那大車的話 就是時速減掉20 就比如說100的話 就是80公尺 大概就是這樣 但其實你說這樣夠不夠呢 我這邊有個資料給大家 你保持幾十公尺 人就稍炒一下 對啊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你根本連那個都保持 但是你說那個夠不夠 其實這邊有 測量測試中心的一個 測試的結果 他說一個車子 時速100公里的時候 他如果說從意識到前方 有緊急狀況 你需要煞車 然後你鬆開油門 就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鬆開油門之後 踩下煞車 到車子整個停下來 其實這整段時間 分四段 總共加起來要70公尺 100公里的時候 要70公尺 所以停止 對 當然是說 我們今天在路上 遇到狀況的時候 不會說前車 時速100 瞬間變0 不會嘛 他一定也是往前擠 所以其實50 就不見得是很足夠的 那我們今天看那個血稅 你說是不是安全 我覺得當然是 而且我覺得 有一點大家一直沒有討論到 就是你看 我這個也是看 這個就是首都他們 直接官網上的 他們說他們的車 有什麼裝備呢 其中有一個是大家都知道 它的防瞌睡裝置 打瞌睡的 這個防瞌睡裝置 給司機的 它就是說 在司機頭上 有裝幾個攝影機 用紅外線 如果說發現說司機的頭 以頭為中心畫個圓圈 有沒有搖頭晃腦 就認為 你現在打瞌睡了 打瞌睡的時候 就出現警報聲 其實有幾個客運 甚至還說 會有自動減速的裝置 但是再往下看 不只這個 測距 它還有紅外線的自動測距功能 跟前方如果說 已經距離太近的時候 會警告司機 而且據他們官網上是說 他們這個資訊 是隨時傳到他們 客運公司的行控中心 他們才能幫我掌控 所以剛才美音姐提到 這台車到底有沒有 當時有沒有安全距離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有數據可以看到的 還有它車上那一個 測距功能 到底有沒有發揮功能 不過我要幫這個司機講個話 第一個 其實現在要保持所謂的安全距離 是很難 很難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同意 貨車司機可以嗎 說實話 比較像我們貨車 有時候趕時間 不可能 不可能 沒有 他來講不可能 就像看來那個 是真的要講的一樣 因為我們距離長一點 多多少少 小車就會插進來 一定會插進來 而且要跟你拔 對 會給我拔 可是血稅裡面 不可以換車道 血稅我上一次有回花蓮 照樣還是有人會變換車道 跨越雙白線 對 不是 因為我剛好這樣走過去 因為我開 我開私了交車回去 因為回花蓮 他一樣 就剛開開 因為我開80到90 有一部車子慢 在我後面 他就跟我閃黃燈 我就不理 我想說反正我就在90以內 他就抄進去抄到前面 又抄回來 因為前面有車 他又抄來抄去 我說那時候我行車制度去 我本來講說 把他弄到那個媒體 想想不要害人家 好了 自己也開車也就算了 反正沒有發生事情 就是這樣 我普通一點 就是說 這個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當然這個 在法律上來講你一定要保持 但是在實務上來講 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就變成是說 在沒有發生事情的時候 大家就視而不見 但是真的發生事情的話 那你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跳出來做鑑定的時候 那你後車沒保持安全距離 一定倒楣 但是有個例外 比方說像龐德兄剛才就特別點到就是說 你前車如果突然煞車 他當然也不可能是 立刻從100變0嘛 那你如果有保持安全距離 比方說以首都客運來講 你時速如果當時是70 因為他的速限跟小客的速限 是不太一樣的 都是70 那你就要保持安全距離 大概是50公尺左右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要煞停 會來得及 那後車撞上去 那就是後車的問題了 但有一種例外 就是突然有東西竄出來 比方說像之前在台北市的快車道 仁愛路的快車道 有一個人 在沒有超過速限的情況下 速限比方說是50公里好了 他合格 對他合格 他沒有超速喔 然後開開開開 突然從安全島 竟然安全島會竄出一個人來 衝出來 棒他就把他撞下去 那撞下去之後 後來法院的判決就 就可以大家參考喔 他說這個人喔 不用負過世致死的責任 因為他沒有超過速限 那這個是突發狀況 但是雪碎這個東西 雪碎隧道不會突然從 橫坑 我們講橫坑嘛 不會有橫坑 突然有人衝出來 橫坑出來的都不會撞到 那都飄過去而已 對 那是飄過去 那通常在辛亥跟志強 比較容易遇到 那你在雪碎的話 你開只有一種情形 就前方突然煞車 這次的問題來了 這次呢 消行車爆台 後面的車呢 看到他爆台 因為他已經打雙黃燈了 閃黃燈了 所以大家就跟著慢 跟著慢呢 然後就開始要超 這個超 坦白說你是一定會 跨越雙白線 因為你要超越他 但是這個在 爆台那台停著對不對 他慢慢快要停了 慢慢快要停了 他在找那個 就是停車彎的地方 他慢慢快要停了 那後面看到 就打雙黃燈 然後呢慢慢的要超這樣子 這個行動中心如果看到你 如果說 比方說我們剛才這個司機大哥說 有人要跨越雙白線超拉車 那行動中心看到 警察會追上來開罰單的 會開罰單 或者以影像來舉證 但是在這個情形下 當然警察不會那麼無聊去開 後面那幾台車罰單 因為他不得不超 一台車超 一台車超 後面 格馬蘭他也開始慢下來了 也打雙黃燈 再後面就是這次 不幸離難的這個小客車的 李氏夫妻呢 他們也慢下來 也打雙黃燈 他們都要超 好啦 格馬蘭過去 這個小客車也過去 就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首都柯雲 碰撞上來 跌在他上面 再往前衝 本來一開始 一開始事發當天 我們以為是 小客車去撞到格馬蘭 然後首都柯雲再撞上來 但是目前比較偏向是 首都柯雲去撞個小客車 跌在他上面之後 然後才去碰到格馬蘭 所以他們已經減速了 首都後面沒有感覺到 為什麼我特別要提這一段 因為美人姐就已經幫我下結論 都已經減速成這樣子了 都閃黃燈了 如果再加上龐德雄所說的 還有這些配備的話 你首都柯雲的司機 你到底在搞什麼 第一天的時候說 他背了什麼人 救了什麼人 大家都說他是英雄 那時候其實就有少數的來賓 就在節目中 我們就覺得說 不要這麼太早妄下定論 救人是應該 但是你這個造勢的話 就不一定應該了 這個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關鍵還在於 這個龐德雄比我還了解 關鍵還在那個 那個 這個鄉行車爆胎 對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鄉行車爆胎 我相信 我相信 是山隧道拱撥 這裡是拚零信控中心 各位用戶人請注意 你以為是靈異現象 你以為是靈異現象 怎麼不然 這次變成了 8公里 內車車道 有故掌車停靠 正在等待救援 其實 這樣子 這是什麼東西 你這樣聽不清楚 背開照燈號 只是事實 代車車單 吸血割座 這跟行控中心撥了說 前方有這個狀況 剛剛講什麼 但前面 我覺得前面廢話很多 等到講到重點 好幾秒 對 前面不相關的東西很多 你聽清楚那時候 開車的時候是隔的玻璃 要聽到外面的情況 沒有啦 因為你收音機要打開 有的開車沒有開收音機 但是一定要開 就是不管這什麼台 它都會介入 但是你一定要開收音機 沒有開還是沒有 還是收不到訊號 當然它有廣播器 我這邊講 它的廣播器你的確 你有沒有聽清楚剛剛講什麼 我聽不太清楚 8.5公里 我聽到說前面有 8.5公里 我只聽到說雪山隧道廣播 然後我後面就沒在聽了 你知道為什麼要播這一段嗎 我們播這一段就是說 你很可能現在在開雪山隧道 剛剛其實那個就是雪山隧道的廣播 模擬 模擬我們在開車 不是模擬 那是事實上廣播 我們現在模擬 對 我們現在模擬 無意間聲音進來了 因為現在有人在講說 其實現場是聽不清楚的 OK 因為我可能開車的時候 我跟這幾個好朋友 正要去比方說去宜蘭玩 那我們都在聊天 那你忽然聽到這個東西 沒有 所以就說大家進雪山隧道 第一個收音機一定要打開 因為你透過車窗玻璃廳 真的是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 聲音比較小 而且它必須講這麼慢的原因 是因為它如果沒有講慢 你會更聽不清楚 它的回收很大 那我們其實平常在開雪山隧道 的確也會聽到廣播 比方說你前面的車子太慢 它也會說為了顧及車流量 所以請車具不要 它也講車具不要保持這麼多 我聽說你打開廣播 你就會從車子裡面聽得到嗎 聽得到 在民國95年6月16號通車的時候 在前四天 雪山隧道曾經做過一個法會 這500句廣播第一次啟用 正式啟用 你知道啟用的時候啟什麼嗎 大悲咒 因為法會 所以它第一次啟用的時候 它是播大悲咒 500句廣播器 一起播大悲咒 那時候隧道裡頭 想起的全部是超度的大悲咒 然後6月16號開 那時候通車了是不是 沒有 法會 通車前四天 然後6月16號正式通車 這就是裡頭廣播器 第一次的處女座 這樣子齁 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來進行看 所以它每200多公尺就有一個 好 那麼這個上一段 我們其實故意在來賓都不注意的情況下 我們故意播雪山隧道的廣播 那麼來賓在聊天的過程裡面 其實並聽不清楚廣播是什麼 那就是說這雪山隧道可以 想辦法更加簡單明瞭 而且速度要快 好 那雪山隧道 我剛剛講說那個關鍵很可能是那一輛相型車 暴胎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我們準備了一個 大家會看到這個世界上的長隧道裡面 有多少是比方說這個打滑 打滑或者是這個暴胎所產生的意外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它好像有超車 超車 超車 滑 打滑 為什麼 這是另外一 對 不同的狀態 剛剛一開始是看到有人跨越白線超車 你看你看你看 這個是從內側 超車 它是不是速 哇 哇 哇 也是卡到了 它的轉彎沒有很大啊 你看它們還好的 就是它們都是造成 這個後車 你看 哇 這是連結的 連結喔 拉一個車廂的 它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不幸中大心 它們都只有自己受傷 還好後面沒追撞到 對 這還不是 不然它的車很久 你看你看 超車 對 這也是啊 它自車就多了 超車 這個也是 哇 也是超車 超車沒有出到 超車 超車 其實它們超車怎麼超得這麼危險 超車就是很危險 這有波及到別人了 有沒有 這就波及到別人 這兩台大隻 這兩個在尬掐的感覺 OK 而且它們馬上可以停下來 打滑 為什麼會打滑 輪胎爆胎會打滑 輪胎如果瞬間爆胎 啊有翻車耶 其實我覺得 我看這些東西 我總覺得 我覺得很多的事故 有一種失控的 我覺得跟開車習慣 都有很大的關係 像剛才看那麼多個畫面 我想有幾個答案都看得出來 就是自己可能是在尬掐 或是速度很快的時候 瞬間切換車道等等的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提到說 追撞的原因 我們在做汽車維修廠的時候 我們當然常會有些 就是被撞的車拖進來修 我們就會 躺旁邊講 這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常常那個尾巴 被撞到的那種車子 我們側面了解 那個駕駛 它也有貼人家尾巴的習慣 對 因為我們剛才前面有提到 我們剛才假設說50公尺 對 50公尺 70公尺 就是說我們知道前面那台車 不會瞬間變0 就是說前方也在減速的當中 然後你還有一點餘的空間 但如果說你前面這台車 它跟前方距離就很近 它習慣就是很近 所以它看到前方有問題的時候 它也是瞬間停下來 這時候你往前的距離就會縮到 所以它會容易被撞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不老的開車習慣 所以我自己開車 我覺得有一個 我自己的習慣給大家參考 就比如在車鎮當中的時候 我比較習慣 車鎮當中的時候 就是相對看起來 車況比較不好的 或等級比較差的車在我前方 我喜歡這樣 然後我喜歡車況比較好的 比較高級的車在我後方 這從技術上來判斷 它跟財力來判斷 因為我們知道 撞都是後面撞 後面賠前面 對不對 你今天一般開好車 經濟實力比較好 他撞你 他會陪你 但是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說實在的 越高級的車 它煞車能力越好 又ABS 又循跡系統 什麼都好 所以到後方 它顯然它比較有機會 它比較有機會 它比較有機會殺得住 那你如果前方是比較好的 它煞住你就撞上去 前方如果說車子比較不好的 它煞車距離比較長 你還能比較過去一點 不過鄭大哥有發現 剛才那段影片 有特殊的 就是當然可能 也許剛好我們找的幾個案例 是這樣 後車都沒有追蹤上去 而且也沒有追蹤 沒有看到有那種後車是那種緊急煞車 就是慢慢的停下來 那我是不曉得這是哪一個國家 但至少就這幾個案例來說 後面開車的習慣是正確的 是因為我還沒講完 就是我為什麼說那個鄉行車很重要 如果那個鄉行車不要爆胎 今天事情應該都不會發生 可是我們不能怪那個鄉行車 那鄉行車唯一可以討論的一點就是 現在看起來新聞報導是說 那個胎紋已經磨到快沒了 其實這個對我有看到這個新聞 第一個我覺得那鄉行車爆胎 第一個它第一時間處置是不是對的 第一個閃黃燈 第二個它後面有沒有放三角錐 這個都會涉及到那個行者 對 涉及到那個行者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剛才報導說它的胎紋不夠 其實我覺得這個 因為這個我們專門稿車 我們很清楚 胎紋跟會不會爆胎 並沒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胎紋的生前主要是說 像我們剛才看到很多那種 時空的畫面 有一些我想可能就是跟胎紋是有關係 因為我們輪胎照理說 你接觸面積越大 它應該抓地力越好 那我們今天輪胎壓下去 為什麼要有胎紋 有胎紋就中空了 應該接觸面積就變少 但是為什麼還要胎紋呢 因為胎紋要防水 它要排水 你今天一壓過去的時候 如果說你整個面 像是整個平面 是沒有任何胎紋的 水就在中間變成潤滑劑 你有一些空格 它就藉由這個排水夠排出 就是胎紋主要是要排水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 胎紋已經磨平了 就容易打滑 對 就是那個打滑是指說 當你今天忽然間 在下雨天的時候 或者說前面忽然有一灘水 你本來從乾底 進入有一灘水的時候 車子整個就跟滑水一樣 就整個被抬起來 那有胎紋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水 從旁邊排出去 就不會被抬起來 所以胎紋只是說 在濕地的時候 對 並不是 什麼時候會爆胎呢 第一個就是胎壓不對 太高或太低 或者說我們這很多人 現在尤其輪胎很貴 大家常常會問我說 哎呀 我輪胎那個側面 被人家美工刀刮了一刀 該不該換一條胎 這個還是要問 當然要換一條 但為什麼會問 大家講什麼 現在原物料很貴 一條胎動不動 讓15吋三千多塊 18吋一條破萬 四條胎換起來四五萬塊 所以很多輪胎行 就是一方面也是客人要求 其實這個已經不能補 但是客人要求 暴胎 我曾經採訪過一種狀況 它是造勢現場 那個前面的車 它的確就是暴胎 然後導致後面追撞 結果警察在現場 就對著那個輪胎 就對著車主角說 這也太憨了 你知道那個輪胎怎麼樣嗎 它的輪胎後面兩輪 已經跑到 鋼絲都跑出來了 我才知道說 輪胎的組成有鋼絲 我想跑到鋼絲都跑出來 你就知道那個胎紋都已經 早就已經平了 那你輪胎 剛剛彭德兄有提到就是說 胎紋其實是 最主要是在控制排水 如果說胎紋已經快不夠了 並不代表說 他一定就會暴胎 但是他可能會容易是病 到鋼絲那另當別論 到鋼絲跑出來 就要另當別論 這個要暴胎的記憶就很大 這個鄭老師再請教一下 因為這一次 這個不幸的李姓夫婦 那他的小孩有捧著他的這個 癌胃有去招魂 可是你知道血碎裡面 其實是不能停下來 他沒有管制嘛 所以沒有停 對 所以他們只能坐在車上招魂 這樣招得到嗎 這個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我如果有的理解就是說 那個招魂的話 最好就是說 能夠在現場的地方 就是說要管制下來 在那地方招 那如果在洞內不方便 我個人認為 因為你在車禍那麼緊急 巨大的撞擊之下 人會所謂的魂飛魄散 就是說最重要的招魂 招的是絕魂 那如果說在驚嚇之下 那個絕魂跑出來 那引那個魂的時候 事實上也不一定在案發現場 所以那你應該在洞口外面 請這個法師或道士 那最重要是要有先佛的力量 那既然魂跑出來 如果他跑出來之後 飄到哪裡去不知道 這第一點 但也可能飄出來之後 被這個山裡面的 所謂的洞裡面的修煉者 如果他帶走拘留的話 那就需要跟他溝通 才願意把人放出來 那魂放出來才能帶回家 那他們下午的時候沒有引到 沒有引到 所以晚上他們又去招一次 就是管制交通之後 在那個人行道上做招魂的儀式 可是有一個很問題 如果招了之後 所以要招兩次 第一次是沒有 招要用寶貝做確認 那萬一是別的靈界來撿杯 那你也不是招回去 那我們怎麼知道 確認說有招回去 最重要就是說 像這個招魂儀式 如果以道教來講 或佛教來講 一定要有先佛的能力 因為血水很長 你沒有把他帶出來 他怎麼出來 所以我也招過那種 在南洋死掉的人 然後在香港 他們要招他的魂來 那就是用幾天錢 比一下 你先佛先去帶 帶回來 去練生命的情況去做 我對他可以解釋一下 好 來 先休息 進光告 那個 張律師 你又是有 高雄有個叫什麼 惠律法師嗎 好 那個招魂是要 就是說現場招杯 才是要說魂有沒有跟得出來 一般用那個同番去要引 我們剛剛講過 人有三魂七魄嘛 對 那我的意思說 如果血水那麼長 那麼你要在哪一段呢 就是車禍那一段嗎 因為他車禍很接近洞口了 像這種情況下 在洞內 我剛剛講 他撞擊之後魂飛魄散 那我們要招的是 招罵了絕魂對不對 所以應該不要在裡面招 應該到洞口來 把這個地方佈置好之後 然後請先佛做主 法師施法 用那個隱慶或搖靈 就是要把他的意識帶回來 可是他們有一種說法 這種所謂瞬間死亡的人 他會有一種產生地半靈 OK 就是他的靈魂就會 扮在那個地方 被困在那個地方 除非要有處理 否則他就一直在那邊 其實大家我們說白了 以台灣的民間習俗信仰 怕說後面血水有抓狗體 這個問題 上次不是抓狗體 如果推回去看血水 當時的時候 那個潛盾機TPM 工人整個這樣繞進去 都出來什麼都不見 就要血水而已 這是我聽那個當時承包的那個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這個血水 基本上 裡面工人叫割一下 割一下 錢潛機就這樣繞進去出來 什麼都沒了 律師講那個TNB 是這樣子 他那民國80年血水要通的時候 尤其是要蓋的時候 他必須 他有六個斷層面 你那個斷層要開通 你必須出動TNB這種東西 它叫做斷面 然後所謂的一個挖掘重機器 那機器長得很大很恐怖 就是一台要10億 結果你知道嗎 那時候不是勝水嗎 結果竟然被買了 那時候就損失10億 那台車被買了 他們就講那個TNB 他們在做之前 他們都沒有就是 這次要蓋血水沒有拜拜 TNB就10億就這樣被買了 這是第一個 人家司機在裡面是嗎 他是被買 沒有死人 他是那個機器毀損 但是你講到死人的話 比較就是 比較大家知道的 比較恐怖的就是 剛剛那個律師提到 有一個太老 他就是在挖土機 然後莫名其妙被挖土機的 挖的那個東西 那叫什麼 怪手 喀啦 喀啦 挖肚子 就直接把那太老肚子 這樣挖下去 然後就死掉 然後結果後來 當地的公務所的主任 有去問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那個廠商就說 那太老說他前一天有看到 看到不乾淨的東西 然後就怪怪怪怪的 結果沒想到今天他 不曉得為什麼就出現在那 然後被挖土去挖到地 因為基本上雪山 是一個有靈氣的地方 那有靈氣的地方 一定有引來很多的 靈界的朋友在居住 那我們看是山洞 怎麼會住在裡面 實際上這個東西是共通的 我已經處理過河流的 那個挖掘工程 不順利 發生很多意外 那就是說 打下去就是乾的河床 有什麼東西 可是那裡面就是有 靈界的朋友在修煉 就挖到他家 共通的地方 共存的地方 挖到之後就很不順利 所以真的有說雪碎是台灣那什麼龍脈 這個說法已經由來很 你那後來 沒有就是他的公投就 我們請到就 摔下去五六公尺竟然沒死 那是在我們祭拜之後他摔下去 那就說確實就那個地方 我們看肉眼看沒什麼 可是那地方是人家的家 挖進去就發生意外 所以就祭拜溝通之後 那還做了一個顯示 就是那公投自己 因為他自己因果業障 在工地摔下去 大概可能四公尺有 可是沒事就是救回來 那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挖到人家的家 對啊 所以說我們要去想說 像河流這種河床都很小心 像屏東生物科技園區 也發生很多情況 灌江過程中疊了 崩塌了三次 灌三個樓板都塌了三次 那個以前古河床的時候 什麼地方我們不知道 開始挖的時候就出水 就止不了 那是祭公司去幫他化解水 三天之後 祭拜完三天之後水止了 可是後面就不順利 那後來我們想去的時候 那個老闆說 那能不能把它圓滿 那仙佛說這沒辦法圓滿 這裡面太複雜了 所以只能順利 把這個事情處理好就好了 甚至連怪手這樣拖 那個山領到 用怪手在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釣影機要拖 拖到整個釣車整個翻譜 一百噸的倒下來 因為太重了 很多靈異的現象很奇怪 那天出事故的時候 我剛好要北上 他剛好在南下這邊火災 那天剛好有一個朋友要來拜訪 我說我要開庭沒有時間 還有他沒來 要不然就塞在雪水裡面 那晚上我回來的時候 走上面嘛 走北北一下來 那天又是滿月 對不對 那第二天我又要去開庭 然後又經過 那就 我還特地拿了甘露灑甘露 可是甘露太少了 我就沒有灑得夠 那到接近那個火災的時候 在目前牆壁上 都還是黑的那個灰 到那裡煞氣就很重 打開有些車上的人都會頭痛 感到頭痛的那個壓力 所以這個要去好好處理一下 對 像宜蘭這個所謂的雪碎 你說有龍啊 這個說法其實是 起來有 這個已經很久了 龍脈 對 他說一條母龍 有七個小龍 那為什麼會挖出水來 其實以科學的角度來說 隧道裡面挖出水 山裡面挖出水 正常 很正常嘛 它本來就有蓄水寒水 那挖出水 剛剛有人就講說 那水不是水喔 那水是什麼 是母龍的血啊 因為你挖了 把母龍給挖死 所以七個子龍 龍子就要來復仇 這個是民間的比較 這個奇異的傳說 但我來講幾個 真正發生的事情 民國80年開始蓋 除了我剛剛講到的這個 TNB莫名其妙被埋了 然後一個太陽被挖死 總共13、14年的施工期間 一共死了11個人 一共死了11個人喔 那在這個期間呢 裡面的這些 所謂的做工的這些人 有很多國 有日本、有泰國、有台灣 什麼什麼 很妙 我們那時候去採訪的時候 台灣就拜地上王菩薩 日本拜三神 泰國人拜四面佛 大家各有各的佛庇佑 而且尤其日本人 特別信這種風水 他們不戴拜三神就算了 他們每個帽子上面 還有三神的福喔 那其中平臨隧道作業所的所長 叫滕景 對他印象特別深刻 因為他名言禁止葉菊蘭進去視察 他說你們搞什麼啊 為什麼 因為菊蘭當時是什麼 交通部長呢 滕景講你們搞什麼啊 我們隧道施工最忌諱女人 其實隧道施工有很多忌諱啦 禁止吹口哨啦 禁止拿雨傘啦 禁止女人 為什麼禁止拿雨傘 禁止拿雨傘是因為遮蔽視線 然後禁止吹口哨是因為 當然這些說法大概有待考證 吹口哨會造成共鳴共證 說隧道會因此而攤 比方說 一點蝴蝶效應 持續的聲響都會有影響 對 然後禁止女人 說女人就是會帶來不幸 怕天虧啦 你知道那件事情鬧多大嗎 弄到行政院出示契約書說 沒辦法 主管機關就是有權力視察 把藤井才放行耶 好啦 後來夜局完完畢沒有又久 又有一個女的要去 叫郭瑤琪 也是叫部長 好啦 那些外國的這些 他們又講 你們到底是怎麼樣 這次他們就講 你就不能讓郭瑤琪 在隧道口做做樣子就可以了嗎 看一看就好啦 對不對 結果還是讓他們進去 但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說因為葉部長或者是 這個郭主委進去了 所以怎樣 我是說有 當時有這樣的一個禁忌 那好啦 不管說龍是真假 這是很不公平 那如果工強師是女生怎麼辦 所以我才講 國家總統如果是女生怎麼辦 是啊 所以我就講說 單純就是講他們自己個人的禁忌 那我們來講說這個龍 如果真的有 大家所說的這種開運氣 女人應該比男人更懂隧道吧 對啊 是沒有錯 但是那是在醫院的稅稅比較有用 謝謝 好 騎士 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去醫院做檢查的時候比較有用 好 那結果 中博者可不一定喔 中博可不然條件 什麼啊 不管說這個龍的傳說是真是假 但是大家就開始呢 就是七臭八臭 這個傳導副尾 就覺得裡面有什麼師妹王良 你看喔 他們就這樣 陳定蘭肺愛去世 宜蘭嘛 23歲 陳菊中鋒 陳菊中鋒跟水旋人 他是宜蘭三星人 他們是宜蘭人 對啊 然後六豐德也是猝死 宜蘭人 張川田宜蘭選出的立委 當初最高票 最優秀的 然後他們又講其中 張川田 立委宜蘭的 他是肺衰竭 甘衰竭 然後就講說 還繼續川導副尾講說 你看像陳定蘭跟張川田 當初都有在立法院的交通委員會 然後去質詢過血稅的事情 結果他們都 意思就是說 他們好像就是被這樣子帶衰這樣子 那當然 那業局人還不在乎啊 對 所以我在講就是說 就是我只是把這些現象講出來 最後我講一個 國內委員會非常知名的法師 知名的法師 他是拒絕走血稅的 他認為當初你開挖這個 破壞大自然的風貌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個儀花糕一樣 很多人都不在乘 他說我拒絕 他都回花蓮一律只坐火車 一律只坐火車 那你要這樣講 那個作家黃春明 他起先也是拒絕開血稅啊 因為他是堅持不要蓋血稅的 所以他後來他都走那個北宜公路 後來他也為了方便 那是堅持有關的 這個是奧地利的隧道是不是 這個隧道是比較特別 是個纜車 對 因為一般隧道是開車子 它是纜車 他們心裡想 奧地利政府心裡想 滑雪的那種 對 他是那個RMS3 三角到三頂站 然後呢 這個大概有600公尺長 那他們認為這個隧道 絕對不可能會出問題 因為這個纜車沒有引擎 也沒有燃油 你要怎麼爆啊 這不可能燒起來 怎麼是不可能嘛 是不是 但是我想看過電影 這個絕命終結戰 你就知道 有很多都是不可能 但是呢 就是這邊一個螺絲掉 那邊一個螺絲掉 最後就湊成什麼斷頭 什麼恐怖的 這個就很像電影的情節 這個死亡多少人 160到170人之間啊 怎麼死的 然後來 第一恐怖點 駕駛 他拿了一個暖爐 放在他的駕駛室 什麼樣的暖爐 因為很冷 因為很冷 他家廁所用的暖爐 電暖爐 對 類似這種 然後就是塑膠外殼的 他放在他的駕駛室 吹著吹著 因為他是滑雪聖地 滑雪聖地 在薩爾斯堡那邊 所以會出去就會冷了 他就吹暖爐 結果這個暖爐呢 就燒起來了 外殼就溶了 我想我們家很多的電纜爐 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類似的 溶了之後呢 那也沒關係啊 趕快拔掉 頂多他燒而已嘛 他燒那到時候真的怎麼樣 那大家趕快下車門疏散這樣 不是 他剛好去燒到什麼 燒到他們這個纜車 液壓系統的潤滑油 然後呢 就把那個液壓系統給燒壞了 一燒壞之後 煞車故障門打不開 然後整個車子就 停住 停在隧道裡面 停在隧道裡頭 然後燈滅了 你知道嗎 當時據這個生完者的回憶 他說當時他們大概 攬車才跑三四十公尺的時候 還在隧道裡面 還在隧道裡面 就聞到焦位了 可是車子還在開 他們想說可能聞錯 還是怎麼樣 到了大概差不多 一兩百公尺的時候 車子就停下來了 停下來之後呢 這時候就開始發現有火光 哇 就燒了 好 燒了 那這時候 我剛剛已經講了兩個不可思議的巧合了 接下來那就是要出去 第三個巧合 玻璃打不破 對不起 門打不開 因為液壓系統故障 門打不開 好 敲玻璃 玻璃打不破 安全玻璃 安全玻璃 所以有點像喔 應該往前逃 還是往後逃 有人 這現場喔 你是一秒之差 決定你的性命 很多人決定往山頂站跑 他們山頂還有一站 往山頂跑 少數的人往回跑 往下面的跑 他們是從下面上來的 兩車 從下面上來 一定往山上跑 所以有人是往下一站跑 有人是往回站跑 那到底 來 各位 往哪邊 拔杯 你會往哪邊 你會往哪邊 你現場在拔杯喔 往下跑 往回啊 往下 應該往回吧 很多往上 OK 我要公佈答案之前 為什麼要往下跑 我現在公佈答案了 公佈答案之前 我先來跟雪瑞做個比較 雪瑞你要往哪跑 往島坑跑 其實往哪跑都錯 要往橫坑跟島坑跑 因為你往回跑也是2點多公里 往那邊跑是10公里 你跑不動啊 你跑600公尺 煙滅嗆你就昏倒了嘛 所以是往橫坑跟島坑跑 大家一直在質疑一件事情 為什麼樹井沒有抽風 然後還有渦輪這個抽風系統 到底是什麼時候啟動的 有人講說 你不能馬上啟動 你要等火滅了才能啟動 不然會造成一個循環 反而燒得更旺盛 這是雪瑞一直大家在批評的地方 因為他會把氧氣送進去 好 我先講奧地利 往上跑的弄戲 往下跑的 十幾個 但有很多人都活了 那你們一定會問啊 這跟雪瑞做比較的關鍵你在哪 一樣也是循環 什麼意思 因為山頂站 有兩個機械工程的人員 知道燒了 那這一燒就會 裡面溫度就很高嘛 然後煙嘛 我忘了提一點 第五個巧合 沒有易燃物啊 那也不用怕啊 對啊 車子是防燒的 那是我們的雪衣嗎 你怎麼那麼厲害 雪衣滑雪板 一艘釋放自毒的有毒氣體 聞到就昏 先昏才死喔 好 因為在山上大家都穿羽絨衣 雪衣啊 雪衣 滑雪板 塑膠的 好 那我剛才講到 往山上跑都死 為什麼 因為山上有兩個機械 他們叫 他們是說齒輪機械師 一看到完了 這個易燃這樣子 他們也要逃啊 打開安全門 又要跟雪衣做比較 雪衣不是也有那個逃生門 打開逃生門 就逃了 這兩個safe 但他們沒有關 他們沒有關 外面是不是有氣流 對不對 本來是在密閉的空間嘛 就這樣悶燒 那可能燒不了多久 也不太...氣也不會通 不會飄 他一打開 吸 吸 氧氣全部進來了 哇 不但能燒 還能夠流竄 你知道嗎 往那邊跑的人全部 都倒了 那本來是風是往上面跑 所以往下跑 所以要知道風向在哪裡 不是嘛 因為上面開門嘛 所以往下跑 煙衝效應啦 有點像煙衝效應 你講對 所以往下跑 然後safe 所以我們要往回走了 這就是雪碎的人 那如果是下面的人開門不就完了 你說下面的人 如果是下面那一站的人 那邊開門的話 下面他沒有安全門 他是直接往通道走 所以只能寶貝 這沒辦法 現場的情況都不了解 天啊 我這轉錯完我就生死一線了耶 所以看蛙蛙好處就是這裡 可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往下跑啊 我講是說 基本上這樣 如果你看大樓會 一定往往上跑 煙往上跑 這傾斜的嘛 這個山是往上這樣跑嘛 所以你要記得往下跑 因為火一定往上串 不會火 有道理耶 我華映街不是有失火嗎 後火之戰不是燒了18間嗎 OK 那我就找一個朋友 然後就說他其實當買那個房子的時候 就有大師來看過說 那個地方火很旺 所以給他按一個火神 然後我就記住這個故事 可是我沒有記清楚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所以他一樓店面按了火神 他說那應該燒了吧 我說沒有他要按火神 他說他應該按頂樓才對吧 火神怎麼可以按一樓 火是往上燒的 你在按一樓 剛好全部上面都燒光 我說是喔 我再仔細問清楚 果然是按在四樓頂 四樓頂 火神要按在 鎮宅在上面 要按在最上面 因為火是往上燒的嘛 對不對 這樣理論通嘛 通通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不過那個也是有危機 下面如果懶石燒斷 倒退下來也是死啊對不對 那個博文 所以這個沒有錐撞 我們雪碎這次是有錐撞 所以撞一定起火嗎 一定 就看你撞的位置才是地方 因為像我們轎車的話 私家轎車 因為油箱都在後面嘛 像我們後車 油箱是在中間 大後車像客車 油箱也在中間 都在中間 所以說客車在後面 你被撞的話不會 就是頂多是 大後車跟大後車相撞還好 還好 頂多引擎 像公車的話 引擎是在後面 油箱一定是在中間 大後車油箱是在中間 前面是引擎 後面是東西 這怎麼撞 油箱不會破掉 如果說是私家轎車 油箱在後面 被撞一定是油箱第一 這次就是撞到那個小客車 就是有油箱 還是有點運氣 這件事情是因為 你這麼大的車 撞這麼小的車 其實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那個油箱 其實貨車 但是貨車比較堅固 中間或白什麼 但是貨車的油箱是外露的 我們看貨車 你就量都看得到 就是油箱掛在那裡 那一般的小客車 有沒有看過小車的車 油箱你看得到 都看不到 它有一些車 沒錯 它可能是在行李箱下方 有些是在我們後座的 那個沙發的底下 隨著偏向中間 但是一定是包覆在車殼的內部 所以你除非說 遭遭到很嚴重的擠壓 其實一般的小轎車 你要撞到油箱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除非說你撞得很嚴重 這一次是因為撞得很嚴重 但反而貨車你看起來很強壯 你如果說剛好角度那麼不好 你可能摩托車撞到油箱 它就炸 這不一樣 那我們都連燃油都沒有 也會燒成這樣 那我們就衰 好 那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到 因為山頂站 它把門打開逃了 結果造成空氣的對流 所以往上逃的人 從頭被嗆死 真的是蠻衰的 張律師說 有人在車上吵架 吵到在車道內 這個是說 我這三年去住宜蘭 我對於雪碎很多傳言 我就很謹慎的應對 所以說開那段 我都很特別注意 那我就建議說 自小客人最好是開內車道 因為我們是左駕 開內車道 感覺到壓力不會那麼破 那麼壓迫感 你如果開外側 後面可能有大的客車 大貨車是不能走雪碎 對 但是它大客車可以走 那是走外側 所以小車最好走內側 比較不會有壓力 那上一次就是發生 去年的時候發生 兩個兄弟進入雪碎之後 他是北上的時候兩個吵架 那一個人就一賭氣之下 下車走在那個人行道上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在裡面就 就被車撞到了 他產生很多奇怪的動作 所以變成被那個 好像被某一個貨運車 遊覽車 遊覽車撞到 撞到之後他就死在現場 那我就喔 那雪碎第一個 就是這幾年開放五年來 第一次死你們 他不知道他撞到人 還是行控中心看到 然後警車進去把他攔下來說 你亂死人 所以我就認為說 因為如果你在開雪碎 你感覺說 你如果感覺說 你是往地下開的話 你在開的時候 也會錯覺說真的往地下 好像在坐電梯一樣開下去 所以這個在優庇空間裡面 有人是會恐懼的 而且你會產生幻聽幻覺 會耶 對於說這個時候 就說一定要很謹慎 提醒自己互相提醒 那這一段當然就是說 事實上 因為靈界是會影響人間 那可是對我們自己的自我意識 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為什麼要 要拔杯 要拜拜 要保護神 不過兩個宗教 真的 因為靈界要開好 我們之前 我們就要去檢視 其實張醫師講的是有道理 就是說 你後面如果是對大卡車 高速公路後面對大卡車 或者是在雪碎裡面 那個後面是遊覽車 壓力很大 而且那個其實大車跟小車 煞車系統也不一樣 因為小車一壓的 我們知道液體不會壓縮 煞車很快 大車是氣壓的 那一煞還要醞釀一下 壓力 它煞距離是很長的 所以大車真的是 我剛才講一定要完全避免 所以奧比亞 如果是有遊覽車 你最好避開 我開車我一定會逼那種車 因為它煞車不是那麼靈敏 比較慢 沒有我要問是什麼 你在雪碎不能變換車 那怎麼辦 它剛好跟在你後面 我就硬著頭皮變了 它如果又逼你逼車 當地的人是 因為雪碎有三個攝影機 在三七十公里的前 有些在前在後 所以當地人都知道說 如果我有危險狀況 或者說我務必要超車 它會選擇在什麼 你看這邊是電話 這邊是電話 你現在是鼓勵人 不是我現在問你 有危機的時候 雖然畫的是雙白線 但是這邊是這個電話筒 你看到電話的標準 緊急電話的標準 左邊就是攝像機 所以他們換的人 會在接近攝像機之前換過來 而且不打方向燈的換 你說三七十 三七十的前後就是 這個當然見仁見智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危險狀況 明天開始那邊就多裝一個了 我跟你講 沒有 我們沒有教大家犯法 只是告訴大家說 有什麼設備 有什麼設備在哪裡 公開的 你為了你的生命比較好 還是違規比較重要 但是如果真的你有狀況 你危險的時候 你要吃罰單 還是要為了生命 這是法律上叫緊急避難 這時候真的危機 我看後面的車失控 或什麼狀況 我當然要換 換又怕會吃到滑蛋 你先看到 我們要把它撞起來 我們還沒要變換車道嗎 就像剛剛講 中國兄弟講 你有開車的時候 突然一個人跳到 從安全島跳過來我的車道 那個法律上叫回避不可能 那這時候沒有責任 叫免責性 是撞人 那是沒有法律性 就像之前不是有一個 怕說緊急救援要繳費有沒有 就沒有 第一時間沒有去 在三峽啊 窮人 去採草藥 大包西嘛 結果也是 她是去採草藥要補貼家用 家裡窮 結果她太太說 你怎麼還沒回來 她說她迷路了這樣子 她特別交代太太說 不要去報人家來協詢 因為她說我們家戶不起 要花很多錢 事實上是不用花錢 但是她不知道 沒有啦 花錢是說 在颱風警報的時候已經跟你講 那個不能去 不能去 那你還要去 那你要去救你的話 你要付費 平常是不用付費 那就是跟這兩個 搞混 搞混 叫人來救都要錢 不知道什麼人跟你講 最好一通電話 最好一通電話 是你半個 一點 對 還有太太在聯絡說 她現在在一個 三峽腳 懸崖邊 在那裡喝 那個浮水 她在喝那個浮水 衛生 對 結果 因為可能沒電池還是怎麼樣 就斷訊 斷訊以後 太太想說 她要怎麼辦 她要怎麼辦 她太太還在猶豫 到最後經過了18小時 她覺得跟親友講這個事 親友說 比較緊張 比較重要 結果六天後才找到 六天後找到的是屍體 對 屍體 但是是在 在她講話地方的六公里外 又走了六公里外 六公里 離開原來發話地點 為什麼發生那六公里 這就不知道 有人說 都沒什麼 我覺得就是說 一定在任何情況下 觀眾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安定安寧 不要京距 你如果京距的話 就會產生幻聽幻覺 被靈界的訊息來干擾我們的 這種作為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 幻覺是環境引起的 像我們現在 雪碎裡面其實我 她的聲音 她那個燈 還是跟一般的日光燈 好像沒有人大差異 但我們印象中逝去的一些隧道 比如志強隧道 辛亥隧道 裡面那種燈是橘黃色的 我們車一開進去之後 其實車內的一些視野 那顏色都跟平常是不太一樣 會迷離的 對 其實我現在 哪一個比較好看 其實好不好看我就不知道 重要的是 有時候你有幻覺 哪一個比較舒服 我覺得應該是 白色的比較OK 對 白色的比較OK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隧道都是這種橘色的 我以前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次這種不愉 我不要講是撞鬼的經驗 就不愉快的經驗 有一次我就跟一個女生 我們約會 我就開一個小車子 就開到烏來 很浪漫 就手牽手在鐵軌山散步 老土 然後忽然間天色漸暗 好像有一點冷風吹 然後覺得有點恐怖 這時候就可以摟他摟緊一點 Anyway 當時我自己有點熟 我是覺得有點恐怖 因為我就跟他兩個人 然後牽到還蠻偏僻的 旁邊爐草都蠻高 你幹嘛牽那麼偏僻 那年輕人約會嘛 就是這樣 我本來要幹嘛 結果自己嚇了半死 然後女生長得很白頭髮 長長這樣擺 臉又很白 後來覺得有點恐怖 然後她說 時間不早 我們走了 我們去吃晚餐 結果就回頭 然後那女生就說 不要 我當時 那女生說 回不去 這是卡到陰了 反正心裡很發毛 但是反正就離開那個環境 我們進去衝衝吧 有罪附身的 真的 沒有沒有 結果就 結果就離開那個環境之後 然後到屋來一些什麼 吃個晚餐什麼就OK了 然後回程我們知道 會經過辛亥路那一些 其實人 我們知道 我們從小聽懂故事聽很多 經過那種隧道 你就會想東想西 什麼給前面名字 你是不是亂七八 腦筋會想那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在辛亥路 經過兩個隧道 裡面也是那種橘紅色的燈 我們聊天也沒事 都沒事 那時候我幾乎已經忘記 剛剛在鐵軌那種發毛 我幾乎已經忘記 我那麼沒事 後來我們大概又逛一逛 玩一玩 逛到晚上11點多 我們到大直吃一碗豆花 吃完之後他家住士林 要經過自強隧道 你太猛了吧 你又開辛亥 再去開自強 反正路線就是這樣 那怎麼辦 要把他耗到很累 結果我們就在大直吃完豆花之後 又要經過自強隧道 載他回那個 他住天母中醫路那裡 結果進去自強隧道之後 又是一樣 讓橘紅色燈光 然後其實我沒有什麼在看他 就是開車有講話 今天好玩嗎 他說嗯哼 我說那我們下次再出來 再出來玩一次好不好 嗯哼 我也沒有想 但是我問了題目跟他講 嗯哼好像也能夠搭配 結果第三句話問他說 現在回家你會不會太晚 你爸媽會不會罵你啊 嗯哼 我覺得這個問跟打好像配不起 他怎麼會打嗯哼 我覺得很怪對不對 然後我就頭撇過去一看 你看我對你發誓 我絕對不想講假話 這二十年前的事情 我當時看他的臉 是沒有五官的 你的女伴沒有 對他沒有五官 整張臉是沒有五官 所以他嗯哼 他沒有五官嘛 對所以當時那當然 因為我剛才講 我不要講我是撞鬼的經驗 我只是說不愉快 因為也許我自己幻想 那你有看第四眼嗎 我不知道 結果他說嗯哼 然後當時那 我突然說 都快尿失禁了 怎麼會這樣 嗯哼沒有五官 就出了志祥隧道之後 我就用眼睛余光 看他 再瞄一下 哎 他五官慢慢恢復 我都很慢慢 但是我至少我一出生 一瞄是正常的 沒事了 那當然我也不要講說 你該是這麼 你鬼啊 我當然也不會這樣 結果他心中覺得很恐怖 送到回家給他拜拜之後呢 結果後來在笑眼會常碰他 反正本來就是在交往的對象 只是我再也不約他出去了 他覺得我很怪 關於他什麼事 他只是五官消失一下而已 但是我看到他我就想到那個 沒有五官的畫面 你知道嗎 嚇死你會再約一次嗎 對啊怎麼可能 如果是蠻神的 我還可以帶他去律師 那是什麼狀況 沒有五官 還是我自己幻想 不是實際上 看鬼多數人不會正眼看到 都是側面的餘光看到 所以你看到那個真的 有點好像我說空間 靈體跟人物體結合的時候 你看到的那個東西 在烏來裡把它拖進草叢的時候 他就 嗯 就OK了嗎 這就是 這個是 謝行敗 謝行敗 真的嗎 我再還有一個短板 這真的事情 你是溜海星嗎 我一定要 我這個比較沒有那麼恐怖 短板 你這樣嚇不到我 因為你的五官都還在 他走星岸隧道 走走走走 他已經很害怕了 心理作用很害怕 然後開開開開 加上你剛才講那個燈 他又半夜兩點 他去哪 他朋友找他 心情不好想找他來一起喝個小酒 他就開了 還要去木柵路 開開開 他真的鬼打牆 這個隧道他怎麼開都開不出去 真的偶爾會聽到這樣的事情 怎麼會 你不是一直 車子就是往前開啊 對啊 但是開過人就知道嘛 了不起 你幾分鐘一定會出隧道 新台隧道 他就是開得比平常久 這個其實科學 好 我們講完了 然後結果後來呢 他就想 他就開始很害怕 車速就放慢 大概時速這樣 三四十這樣 他心裡想 我記得我剛剛有出來啊 怎麼還在裡面 可是怎麼還在裡頭呢 我記得我有出來 怎麼還在裡頭 他就很害怕 本來要去安慰人了 現在去那邊被人家安慰 那個人就說 你有沒有搞錯啊 應該不可能吧 這樣子會遇到鬼 為了這件事喔 實地再跑一次 就這個跟他說 不會有這種事的人 帶著他實地再跑一次 答案揭曉 因為辛亥外賓是淮安隧道 中間你會出來 但是 但是這個意思是交疊的 對 我們要人數的看待這些事情 因為他出來的時候呢 你恍生 因為他一直在處於驚嚇當中 跟你剛才講的幻想當中 你又在進懷恩的時候 你不曉得你進懷恩 你就一直覺得說我怎麼 一直開不出來 我剛才不是講嗎 我怎麼記得我剛好有出來 你說鬼打牆喔 雖然我在鹿港的運動公園 也開過那種鬼打牆 就是那一區一直繞不出來 我覺得是你自己恍生 雖然我知道原因了 因為我那時候剛去這段話 我來瞭解 運動公園很複雜 孤家就葬在那裡了 那個是鹿港最大的第二公墓 叫倫拉町公墓 那時候葬了很多人 簽的時候沒有簽好 所以那地方有曲折在裡面 鬼打牆的話就是 把那個額頭抹抹抹 就是這個真人獻嫌 對 把這邊抹抹抹 這是男生 我就問說那女生 他說女生要露胸口露開 沒有 真的喔 你說聽了也可以露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啦 有胸就好 是真的 是真的會有 像鬼打牆 那如果在山上鬼打牆的話 有一個很好解決方法 就是蹲下來 蹲下來 蹲下來之後再站起來 然後尿尿 尿尿完之後你人就會清洗 這個是說如果你在山上 遇到鬼打牆 不能直接尿 一定要先蹲 蹲下來之後 蹲一下子之後起來 可是我們尿尿都有蹲啊 男生 我們又要蹲著尿尿啊 男生 我覺得初遇講是蠻科學的啊 我以為是 我們女生要先蹲下來 然後再站起來尿 可是我 我覺得他講這個很科學 因為我們講鬼打牆 常常是因為幻覺嘛 對不對 那你這時候蹲下來尿 然後蹲下來又加淋瞬 那這樣子應該也醒了啦 說真的 但是呢 我講一個 難道隧道真的都一定是幻覺嗎 我講一個真實故事 當初信義快速道路通 他是做了文山跟巷山兩個隧道 啊就是那個 那個信義計畫區那個上去那個 對這個 這哪個一定也常中 那信義快速道路曾經 你從二高街到信義計畫區 那信義快速道路曾經也死過人 但是不是這個隧道死人 是信義快速道路到了華奈未秀 就是到了信義計畫區那邊 他不是我們如果要回新店 他旁邊還有一個地下道嘛 可以往松山南港那邊的 那個地下道死過人 所以我要更正一下 常常有人講說是隧道施工的時候死人 沒有是那個隧道死了四個人 可是比較邪門的是說 當時啊信義快速道路在做的時候 也是要炸山什麼的 很多人也是不贊成啊 尤其上面還有這個同鄉會啊 然後有人不贊成 那時候我們就做一個新聞 就找了某堪雨師去 那也不曉得他是下巴碰上死號子 剛好被他說中還是怎麼樣 他說哇這邊虎豹是像四壽山喔 絕對不能破壞他的地靈山林 不然的話會死死的人喔 那個時候會死四個人 就事件發生之前 結果這個3月23號 就是馬英九那時候 在當市長的時候 結果是地下道工程 死三個人 一個泰勞 兩個泰勞一個台灣人 他們是怎麼樣 一樣要炸嘛 炸的時候 然後結果上面的那個鷹架掉下來 就把他們火插死 三個跟四個還差一個啦 但我覺得也不要去湊準或不準 結果隔了幾天 另外一個重傷的台灣級的也死 剛好四個 事發的時候有一個是重傷 我就跟那個凱雨師講 我說你真的是烏鴉嘴怎樣怎樣 但我也不知道他是 嚇貓棒死還是真的假的 好 可是我剛才還提到兩個隧道 文山跟象山啊 文山跟象山上面也都是 夜總會 這兩個隧道真的 你發現我有一點事情 公務所的主任 自己講的 接受記者的代表所 他說 當時還沒有通行 他們只是在比方說市的階段 或者是 但還是要巡視啊 他騎機車 我忘記是在象山還是文山 等其中一個隧道裡頭 他說 他也不知道是騎到了什麼 碰到了什麼東西 他就莫名就雷殘了 隧倒了 對 也就是在茫茫隧道中 只有他一個人騎著機車 雷殘 然後他回頭看 他說 地很平啊 還是累什麼殘呢 這是他第一個同步的經驗 第二次 不是他 是別人 在隧道裡面巡視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門 我們不是講有逃生門 有很多門嗎 下次 就是這大哥你經過你去看 那個門幾乎每一兩百公尺就一個門 他說那個門就打開 走出來一個黑影 那類似是他值班啊 沒有別人值班 就他一個人 那是誰 開槍啊 看來黑黑不是要開槍 他沒穿啊 他沒帶槍嘛 可以嗎 結果他看到 然後眼睛再揉一頭 再看 不見 沒有 那是幻覺嗎 可是這沒有優避恐懼症的問題啊 因為他還沒有通行啊 你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川義兄 那台灣的隧道有沒有比較詭異的 我們講那個就是中橫公路那個 溫山溫泉上方有一個叫泰山隧道 那個地方在那個民國大概63年的時候 有一台遊覽車是從台南過來的 他就在那個隧道口那邊反覆 掉到那個溫溪那個河床 因為那一天剛好就是有颱風過 所以說他當時是中橫通車以來 最大的一個車禍 全車齁 就是45個人造成45個人死亡 全死 可是有三個人 三個一男兩女的屍體沒有找到 一直都沒找到 很詭異的是隔三天 又從彰化來的還有遊覽車 又在這個地方掉下去 又造成了三個人死亡 還有更理解的是隔幾年之後 又一台那個從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上面那個 在水蜜桃的那個貨車 果農 果農那邊下來 又在這個地方歡呼 然後又造成五個人死亡 那五個人死亡 有三個人的屍體 剛好又彈落在這個 當時找不到那個屍體 三個人那個屍體的地方 所以說那個地方那個隧道口 非常非常的詭異 哪一個隧道 就是這個文山溫泉上面 就是綜橫公路文山溫泉 上方的那個泰山隧道口 泰山隧道口 可是我覺得當然我們講這些 不過講一下奇怪 45個人都在坐在車裡面 都摔到那裡 然後會有三個人找不到 三具屍體找不到 因為當時溪水暴漲 就被沖走 一直都有三個人 要不然你是頂多是說摔出去 在這附近就有了 因為它那個溪骨很深 那翻落下去的時候 有很多屍體都彈落出去 它就被沖 所以你剛才說的意思是 有一個高天 對啊 因為頂多第三天 就在第三天而已 就一台重彰化 另外重彰化來遊覽車 又在相同的地點又翻下去 又造成了三個人死亡 那什麼時候到高鐵待會抓什麼 封路了 不知道 對啊 哪有三個三個一直抓 我個人認為說 這個沒有抓高鐵這問題 在這個時代裡面 都是靈界的人在操作比較多 因為這個人冤親在主 所以靈界的力量介入 三腰水怪痴媚枉娘介入之後 就操作了這樣一個意外 不能說後面三個跟什麼巧合 就是說就是兩高鐵 不可能 那三個才死三天 還在苗往茫茫 怎麼可能去抓另外三個人 這個邏輯上也 但是我想問一下 龐德跟劉先生 劉斯基 就是說我們當然 我們總不能把雪水安全 寄望再說 招魂已是有非常完整的完成 不是嘛 而是說 那這個整個事件之後 現在它的排煙系統 是不是可以負荷 因為這是 我看那個照片 是冒煙的 37分鐘 冒37分鐘的煙 那大農煙 很多人其實是被煙嗆傷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 如果在隧道口發生這樣的事情 一般人應該要怎麼去面對 在雪水這方面 這是第一次嘛 是不是 它的因應會是什麼 可不可以改進的地方 我覺得這可能比較理性吧 不能只寄望於 雪水的安全來 對 說招魂有沒有完成 完成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 大家好像沒有把雪水 當作是一個真正那麼恐怖 我真的要這麼特別注意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大家沒有這樣子 就是雪水算安全 大家不會說 我進入一個這麼特別的地方 我要用不同於以往的一些 這樣子的習慣或方法 我覺得大家不太有 還是一樣這樣 我記得當時在開動之初 本來還一度說 要用什麼溫度測試儀 在隧道口看 每一台車 它引擎蓋溫度多少 如果過高的話 不讓它進來 後來當然也不了了之 也講過說 是不是十年以上車不能進去 後來也不了了之 我想為什麼很多這種 看起來很關鍵性的東西 都不了了之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 把它正式說 進雪水就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們以最高標準來看 我覺得除了我剛才講 那樣十年以上車 或什麼溫度過高 不能進去之外 我認為如果說一進去 車上一定要有那種什麼 氧氣罩 其實說實在 我五月底就要去一趟宜蘭 我已經在網路上在找 找那種隨身型的那種呼吸器 但你說可能沒那麼討論 但我覺得 反正有這種事情 你是真的假的 我講真的 我講的是完全真的事情 因為你剛才走北宜 不是比較快 沒有… 去北宜只要買民主 沒有 我講的是完全真的事情 就是在這次事情發生之前 我就已經透過網路 就訂好要好幾家人 我跟同學 大家四家人要去花蓮玩 然後我們上次是坐火車 這次是火車麻煩 我們就開車走雪水 然後走梳花 早就訂好 然後中間你看 現在發生這個事情 但月底還沒到 你自己要買一個 我跟我同學講 他們都覺得你神經 被壓衰了 但是我跟你講真的 我就跑去找 因為那其實不難找 是出事之後你去找嗎 沒有 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要去買好這個裝備 第一個就是車上 車用的滅火器 這本來就買得到 很多車上都可以裝 第二個就是那種 隨身型的那種氧氣罩 我覺得當然我這是一個 極端的例子 我會這樣做 我講真的會這樣做 但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是一個很激情的事情的話 大家還是把這個選項 當作是一個反正就是一般的道路 你們誰的車子有裝 車上面火器 我們後車都有 後車 你要爬到後面去 不是 我們車子沒有車 我們後車車子裡面 駕駛台旁邊都一個沒有去 他說貨車 我的車就有 因為我那個M5 他那原廠就是一個選配 你問我 我當然沒有啊 一般不會有 其實我的車 沒有 那原廠就有了 一般車都沒有 我真的沒有去查過 大牛就應該會有 大牛 法拉利都有 所以我的高級車會有 因為我那個M5 他是等於是有點半賽車的 所以當然理論上來講 這種車就你比較會飆 比較可能在失誤的時候 可能會出意外 所以車上除了說有急救包之外 我的駕駛座正下方 就有一顆不長啦 就車用的 那麼短一個滅火器 但它只是滅火啊 我現在要再增加四個裝備 就我剛才講的 隨身陽氣罩 但我這是個極端的例子 老實講 我還是真的很佩服你 其實是有需要 因為他這一次整個發生 這個車輛起火的時候 其實他的冒煙 是冒37分鐘 老實講 我還真正要稱讚血水 所以這一次商網勝算少 只有兩位夫婦那個是因為 那是因為 被騎著 被騎著 其實這一次的人 我聽他們現場怎麼講 就是被 後來被救出來的人 他說發生的事情 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裡面根本看不見 就是因為都是黑的嘛 第二就是說 大家亂成一團 說客人 最後又互相撞倒了 這樣子 亂成一團的時候 因為他車子旁邊就有倒坑 他是有 因為你知道他們那邊 馬上就有人來救 然後倒坑就把他引入倒坑 倒坑因為他另外一項 有那個車子可以進來 救護車可以進來 把所有人都疏散出來 有點像地下通道一樣 你看出來很多人都黑色 塞也黑色色 你就可以想見裡面 有多嚴重 裡面的那個煙 不是去的火消息 去的火消息 嗆死 都被嗆死了 這一次只有七個人被嗆 傷比較重 其他二十幾個人是輕傷 老實說 如果這一次我們那個 不是那個倒坑設計 算是很快速 這邊裡面死傷會很慘重 因為裡面不是燒死的 裡面是門死 嗆死的 因為你沒有氧氣嘛 你看那個雪碎 從一開始70到80到90速限 為什麼 因為這個車流量的問題 再補一下就是說 如果開雪 為什麼說我佩服你 第一個你要記得 要有危機意識 發生事情記得要趕快 跑去那個倒坑 因為倒坑他說 溫度一下子不會傳過去 第二個他們門關起來以後 倒坑沒有門 煙就進不去 溫度也進不去 然後你等待救援 你千萬不要 不要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車道上 因為你看不見 走來走去 亂走走來走 結果就嗆死了 不要說被燒死就嗆死了 對 但你看雪碎的速限 也曾經被人家拿出來討論過 他一直調整過 從70到80到90 那當然這是為了要疏通 車流量的問題 這都是很不對的 這都是犧牲安全的 等一下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這個現場 因為那個我記得雪碎進去 好像要畫 起碼要開個二十幾分鐘對不對 十三公里 十二點九里頭 差不多十三分鐘 跑不掉吧 我都喜歡 十四一百才十三分鐘 沒有 十四六十就十三分鐘 六十就差不多十三分鐘 一分鐘一公里 我一百多開八分鐘左右 十二短九公里 其實還蠻久的 那如果說塞在裡面的話 其實有點困難 可是你剛剛講 為什麼開放 就是假日很塞 很塞大家就說 你就開放嘛 對不對 大家就圖自己的意思的方便 那是不是可以說 用雜道管制的方式 在洞口管制 那裡面是順暢的 不要塞在裡面 這塞在裡面 增加風險對不對 對 我想大家討論塞 是說洞口外跟洞口內 這是差很遠的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今天安全是 我們第一考量的話 洞口外就算塞個十公里 又怎麼樣 要挺住 但是現在像剛才中博提到 因為很多民意的壓力 我進個隧道口 我塞個三小時才進去 受不了 所以裡面是不是開放 等等的 所以現在裡頭規定有兩種 一個就是說 你在正常時速之下 就我們剛才講的 小車五十公尺 大車七十公尺 但如果說時速降到 二十公里以下 甚至靜止的話 車跟車距離二十公尺 這是現行的規定 我也是從花齡回來 就經過血稅 那是禮拜天回來 所以那次之後 我再也不規劃這種 五到日的東岸旅行 我只規劃六到一 或日到二 你絕對不用說禮拜天 要從血稅回來 這是太恐怖了 我從羅東就開始再回塞 然後我從排隊到進洞口 我算過大概兩個半小時 我那時候手排 我左腳因為這樣膝蓋痛得漂亮 對 反正就進去 因為你等一下一直打離二十公尺 快瘋了 重點是說 我進去之後 當然速度就比一般來得慢 因為是塞得很厲害 我想那還是有放行進去 所以跟車距離 我估計大概了不起 就是二三十公尺 也沒有很遠 其實就算平常 我們知道很多車 也沒有保持五十公尺 車速是比較慢的 重點是 我車有所謂室外溫度計 我第一個注意到 是水溫比我平常習慣 高一些 我那車是四格 通常水溫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中間 不管剩下也好 都是中間 車會自重調節 但是我進那個隧道之後 第一個水溫比平常多了半格 這讓我有點緊張 半格差不多有十度 我想我車不會故障 我汽車打人 我車狀況很好 怎麼可能 第二個我就要答案 半格其實看每台車不一樣 大概有十幾度 起碼15度到20度 如果你80度現在快100度了 我猜他的車應該從90度到100了 這也是您聽我講 重點就是說 我後來接著看 我車子的室外溫度表 我的室外溫度表已經52度 很高 52 就車外 其實我手去摸玻璃是燙的 所以在隧道裡面 在隧道裡頭 表示雖然我車太多 造成整個的溫度提高 一個多一個速度慢 速度慢之後 每台車釋放的熱能 因為都開冷氣 所以那一次我就覺得說 這是非常 所以我在廣播節目 常跟大家講說 我覺得我再也不要走雪水 因為我覺得這個一定會出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才為什麼特別強調說 我的車平常水溫表都在中間 也沒事 然後在那時候多半格 那是我的車 我的車可能狀況還OK 你在雪水裡面塞多久 大概比平常時間多了 其實速度慢 但是還是一直走 不可能塞下來 還是一直走 大概走了十五六分鐘吧 但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很多車子 它的車況可能就在臨界值 我的車可能開了七年八年 我平常開都好好的 什麼開都沒事 上陽明山溫度都不會高 但是你不要以為的車 車子是沒問題的 只是你沒有進到一個 室溫五十二度的地方 你如果剛好說你這個車 就是差那十幾度 水箱就要爆了 你一進水水的時候 你就遇到這種五十二度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年來 很多次的火燒車事件 因為這一車 也不見得每台都老車 因為每台車車況 你可能就在臨界值 就進去 你怎麼可能不燒 一定燒起來 其實我住新店 我就知道第一個 禮拜六 最好不要去開穴睡 如果你要去宜蘭的話 因為很多車 因為我常常開別二高 我都是要往內湖的方向 都是我被擋住 因為太多這種故事 所以大家都覺得水煌可怕 其實我剛才講那個 還是很科學的另外一版 我兩年後我又載一個女生 她又是住在天母 然後在中城路那邊 然後因為我讀東吳大學 整天就在自祥隧道旁邊附近活動 那有一次半夜 我就大概一點多 在家回家之後 我自己要回內湖 就經過自祥隧道 那時候我已經半夜一點多了 我們知道自祥隧道是比直的 你開進去 你可以從頭看到嗎 我確定整條隧道就我一台車 然後我那台車小翔路 1000C 這一塊也開七八十 我就很恐怖 半夜就我一個人 我們踩到一台 一直開 那時候滿腦子 因為像結果 這故事我們聽很多 我滿腦子在想在那邊鬼 之類的 結果呢 一切都凝結了 忽然間 哇 忽然間那鬼叫聲你知道嗎 那三秒鐘 真的是用藥尿失禁了 一到初吹藥口 啊 讓我一吃 小翔路 這是科學的 這是科學的